大家好,今天是北美时间2024年的6月9号星期天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简单的来聊一个事情 就是这几天正在北京召开的全球CBD大会啊 这个大会啊,确实让人啊惊掉了眼镜呀 大家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你看了以后啊,觉得特别的可笑 网民呢,给这张合影照片呢,起了个名字叫做《往来无白丁》 那么大家自己看啊,我们能看来啊,来参加会议的这个朋友们呢 主要都是呢,第三世界的国家 而且还是以非洲国家为主 还不是以前说的亚非拉,现在主要是非洲国家 亚洲的从这个照片来看也很少 这个拉丁美洲的也应该很少 从这个照片的人员组成来看,那主要是非洲国家 所以这一届的CBD大会啊,让人看了以后,把大牙都笑掉了 我不知道这些组织啊,他们自己好不好意思 就是看到这样一个高大上的会议 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心里头做何感想呀 确实太符合网民送他们的那一句了 真是往来无白丁呀 那么这个CBD大会啊,让一般的人感觉啊 它就是一个高大上的会议 因为这个CBD,你们都知道嘛 它就是指那高端商务区嘛 这个区域一般都是那每个城市呀 最有活力的地方 都是那高楼林立,人口密集 高科技企业,金融企业,扎队的地方 是人才的聚集地,是财富的聚集地 但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你给你的全球CBD大会能挨上一点边吗 对不对 我们凭我们朴素的常识去想想啊 就来的这些客人的国家 有没有像样的CBD中心 所以这个大会啊,他与其这样搞,他还不如不搞呢 他越是想给自己撑面子一样 反而是越打自己的脸 那你要不搞这个会议 你找一个借口 这个事情呢,也就过去了 大家也就不关注了 因为全球这类会议也很多嘛 你北京少开一个也无所谓嘛 但是你死撑面子 请了这样一帮人 你让别人懂好人看了以后 只能认为你中共呀是一天比一天差 来给你捧场的人都没有了 你像他能把这些人请来啊 那肯定是花了大价钱 给别人寻找了很多好处 也许都是往来包吃包住包路费 走的时候呢还要送上一笔礼物等等 可能就是这样的条件啊 把人家请来的 你想想那些发达国家 那些有身份的人 哪有谁来凑你这个日子呢 对不对 人家正事都干不完了 怎么可能因为你这点小好处 专门跑来给你撑场子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这个大会能看来啊 中国现在离这个文明世界呀 越来越远 确实啊 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啊 变化太快了 我们看胡锦涛的这个照片 你看他身边的那些外国元首 那个橙色看的还是不错的嘛 确实给人一种呀 万邦来潮的感觉 也能显示出中国呀 在你中国的带动下啊 这种欣欣向荣嘛 最起码是国家富强嘛 然后我们再看啊 仅仅过了十年 就是习近平在国内召开大会的时候 你看看来的那帮人呀 已经是不行了 让我们说呀 2008年的时候 那已经是来的一帮丐帮兄弟了 那么再经过这三年的风控 现在可能他在搞这样一次会议呀 你不要说橙色了 连人头都错不够了 所以习近平呢 在国家层面呢 也就没有搞这个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了 估计组织起来呢 也比较难 那我们就看这次企业界的这个CBD这个大会 你看看来的这个橙色 确实呀 就是一群丐帮的国际呀 这个呀 不由的不让人发出感感啊 一个国家的国运 由盛转衰呢 也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 很快十年的功夫 一炸就过去了 从曾经的万邦来潮 到今天的丐帮来讨 就是来讨要好处嘛 真是一扎眼的事情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就跟大家这样简单的聊一下天 就是发泄一下我们心中的情绪吧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